我讀中學時 爸爸媽媽開工廠做生意 當時的環境非常不錯 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吃什麼就吃什麼 不需要為錢、銀的問題而擔心 但是一場金融風暴 令到所有事情都改變了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 我們一家人遇上吃飯 我看到我爸爸媽媽夾送的時候 他就說, 他就說, 他就說 他就說, 為什麼胸胸胸? 平時戴上那兩隻漂亮的錶去哪裡? 於是我就問我爸爸媽媽 你的錶呢? 我媽媽跟我說, 錶?沒有了, 賣了 不買那隻錶, 哪有飯吃? 你們哪有書讀? 他說出來很輕言淡寫 我看到我爸爸沒什麼特別的表情 但是我知道 他們很捨不得買那兩隻錶 在我畢業之後 我在電台找到一份營業員的工作 收入非常不錯 找到三、四萬元一個月 但是做了九個月之後 我發現做銷售不是我最想做的事 我很想轉到節目部做DJ 但是人工中 由三、四萬變得七、八千 未必可以拿到足夠的家用回家 幫忙加計 所以我跟爸爸媽媽商量 他們聽完之後 問都沒問就說 兒子, 你放心吧 家裡的事你不用擔心 你想做的話, 用心去做吧 我很感謝他們這麼支持我這個決定 所以我當時答應他 我說 爸爸, 今天我賺八千元一個月 我相信日後 我可以賺到八萬元一個月 多厲害 賺八萬元一個月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於是我很努力 很努力地去工作 機會開始越來越多 不過, 在兩年前有一次出糧的時候 我打開一張糧單 我看到上面的數字 我很感恩 因為我真的做到 我之前答應父母要做的事 我真的賺到八萬元一個月 我拿著這八萬元去到一間錶店裡 買了兩隻 當年他們買了出去 同一個牌子 同一個款式的錶 回來送給他們做禮物 他們收到的時候 他說 傻子, 浪費了什麼錢 真的 但我看到他們擺起錶的時候 他們面上流露出來的表情 那種的滿足, 那種的開心 到現在這一刻, 我還很記得 送一對八萬元的錶給爸爸 是否一件很了不起 很厲害的事 絕對不是 相比起父母給我們的東西 這些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父母對我們的付出 他們從來都不會計較 甚至乎他們會犧牲自己 去成就我們的幸福 這些就是父母對子女的愛 到現在我做人家的爸爸 我終於明白到子女 在父母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多麼大 我們不要計較那麼多 要還給爸爸媽媽的東西 永遠都還不完 不如我們陪他們多點 跟他們聊聊天 這個就是最好的回報